拒絕盲目根蟲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剛才說的所有事情 其實是2017年6月到7日 我們還有大概 12至14個月 我們就由 6月25日之後 繼續下去 希望你在4.4 開場8月 大家知道 為何我由去年2月開始說 其實關鍵的事情 就是在剛才那些地方 大家又可以想像到 甚至不擔心我 後來有些人請我吃飯 來參與的會友都覺得很恐怖 為何會 全班人全部去罵牧師 然後又要他退出董事會 那樣那樣 20年來都沒有試過這樣 對一個會友 或者對所有的同工 我都沒有試過做這樣 其實有些事情 公眾也是忽略的 其實跟著 7月的會議和8月 7、8、9的3個月的會議 我都是繼續相當難受的 因為基本上那3個月的會議 討論了任何事情 我都是只有我一個 而且從那時候開始的會議 平時我就說 我2點開會 4點就完結了 接著6、7、8會議 要開到7點 至少6、7點 還有我要很辛苦的 有些問題 如果大家有興趣問 我待會再回答 即是我在這裡 具理力爭 怎樣怎樣怎樣 還有一些很瑣碎的事情 譬如說這20年來 我每一天都是由 我負責買報紙的 大家如果見過我 善落周刊 64頁 有很多新聞 展報 我每天就做這個工作 買報紙回來 第一件事就 剪掉報紙 給幹事去做周刊 他們可以說 牧師 不如不用你買 我們訂報紙 也可以聊大半個小時 我好像老人家 我是我的習慣 一會兒我又不知道 你那個報紙幾點送來 我每天買完報紙 吃完早餐 回家就開工 所以我說 有什麼問題 你訂和我買有什麼分別 他們都要在這裡糾纏 這些很瑣碎的問題 其實挺辛苦 所以去到10月 即是陳龍斌案立之後 我就請求他 我覺得我再帶這個會 意思不大 我說龍斌你幫忙 讓我休息一下 因為我說 我建立這個教會 那個模式 就仿效孫道會 或者聖功會 是由牧師去領導的會 大家知道 其他有些中派 是未必的 牧師坐在旁邊 是僱員而已 但是我希望牧師是領導的會 所以順理成章 如果我不主持的會議 那就龍斌主持的會議 再加上一個細節 就是他們在七月的會議 其中一個議案 就逼令我 要定一個日期 什麼時候退出董事會 因為他們要執行 會友大會的決定 要我四個月之內退出董事會 我打算 六月二十五號 七月八月九月十月 就是我十月二十五號 限期就是十月二十五號之前 要退出董事會 但是他們在七月就要逼我 在八月二十五號 就要簽名退出 他們的理由就是 牧師 要很多手續 等得來就差不多了 要我八月二十五號 而當時我也是請教過剛才的律師 我可以怎麼做呢 這個律師說了兩件事 第一 林牧師你最大的權力 就是不簽 第二件事 他就好像安慰我 他說 牧師其實在外面上市公司 迫走那個創辦人 就是很平常的事 他說沒有什麼大不了 因為這個大律師可能在外面處理很多 退出就退出 沒有什麼大不了 於是我也很無奈 因為你不簽 因為我整個人的態度 我就是不想跟他們鬥 不行 那間公司是我的 那間教會我不簽 不知道他們在搞什麼 於是我八月二十五號簽了 所以嚴格來說 而當時我也是跟龍斌說 他有一篇文章也在解釋 就是說他現在是董事會主席 是我叫他的 對的 也是我叫他 因為我當時對他還有絲毫的盼望 就是說龍斌是神學博士 我希望你能夠用你的神學知識 能夠擺平這件事 或者說用聖經的知識 教導一些大姐妹 如何大家的關係可以有進步 所以我說龍斌 你做主席 我退出了董事會之後 董事會主席是誰做的呢 我仍然都希望是一個牧師做的 於是他是做了主席的 再加上 另外他們在七、八月 就形成了一個財務小組 我印象中他們有一個晚上都見過我一次的 有兩個大姐妹 就見過我和我討論 其實他們七、八月 談的問題都主要是針對我的問題 或者我花錢的問題 提出了一些好瑣碎 剛才提到買報紙 或者我說一樣 當時他們都很客氣 我做僑底工作 其中有一個習慣是這樣的 譬如有時候有些兄弟 看到我 就會問我拿錢 阿牧師可不可以借一百塊來 二百塊通 阿牧師有沒有一百塊 我沒有錢吃飯 一般來說我都是來者不拒 因為他們都不是問我拿一千 一萬、十萬 都是一百幾十 一般我來者不拒 我都會給 給我怎樣報銷這個數 通常我會增值那些八達通 我會增值 因為很早期 我們的核數師提過我 他說 最好你們所有要單據 實報實銷就可以了 於是我就去 入一百塊八達通 我就寫問我 拿錢的弟兄的名字 某某某某 我就報上去 就是說 守護兄弟我支出了一百塊 而當時他們就我這種方式 都當他有禮貌 就跟我提出一些意見 阿牧師好像不太好 你這樣 他有兩個提議 第一 阿牧師 可不可以以後 你給錢人 有一個第三的見證人 第二 他說你可不可以給完之後 要他們簽收 我聽完這兩個意見 都有點無奈 我說 我當時還不斷說 我說我是前線工作 你們就在冷氣房想想 說得不客氣 就是說 我給他一百塊 我怎麼找一個第三見證人呢 每次我打個電話 叫那個人來 看著我給你一百塊嗎 那不可能 是啊 是啊 當時我亦 是啊 當時我很無奈 我很無奈 就說 我以後不開這些數 其實這些數是每個月 不會超過兩千元的 就是 那就算了 如果他問我拿我有錢 我就給 那就不開八達通數 誰不知一年之後 陳龍斌還要拿回這些八達通數出來 就是 說我不對 就是問過前商業調查科的警員 就可以報警抓我 那我就沒辦法了 那這些就是他所說的涉嫌法律危機 那所謂前商業罪案調查科 其實就是以前一個團友仔 做過警察的 那現在已經辭職了 那他就會報到前商業調查科的警員 那我就說 所以 所以其實我在七月八月 那兩個會真是很難受 結果我十月八日 明天就是陳龍斌案立一周年 那 那 就說 阿龍斌你 你 你負責開會 那 十月開始呢 我也參與了一些外地宣教工作 就是去了俄羅斯好幾次 那 其實我 我八月二十五日之後的身份 我就比較奇怪些 那 我又已經不是董事會主席 那 在他們開會期間呢 那 吳永輝牧斯都曾經說過兩句話 我比較深刻些的 就是在第一次 第一次 開那個大會 就是 六月十一號那個會 就是 片了我兩個小時 關於結婚的事之後呢 吳永輝牧斯是說了一句說話 林牧斯,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反對你再婚 那我聽完都覺得挺奇怪的 證明我之後 證明我結婚的時候 然後說從頭到尾都沒有反對我再婚 那 接著到六月二十五日的董事會 他們又要我去出董事會 那樣那樣 他又說了一句話 林牧斯,我們仍然當你是主任牧師的 那 我聽到只是很心寒的 聽到這句說話 哦,原來你當我是主任牧師 那你明天可以當我不是主任牧師 那你明天可以當我不是主任牧師 那現在就是發生了這件事 是的 於是他當我是主任牧師 那我就知道了 其實我之後的洗錢方式 或者活動方式 他們就通過一個會議 堂務會議的群組 好像在那裡監控你 去操控你 要求你去哪裡做什麼 要報告這樣 於是我也很無奈 而且我的身份是什麼呢 其實過去二十年我沒有資人工 因為那間教會我創立 我心甘命底 日日夜夜都在 那九月之後呢 那我是誰呢 那當然 基本的事情 我仍然都是我負責的 就是僑底的工作 教會的神套會 晚套會 那些人有參與 可以見證 每一個星期的周刊都是我做的 就算我去了俄羅斯 我也是跟幹事做這個工作的 那這個就... 所以我從十月開始 基本上我就沒有參與到那個堂務會議 但是當時呢 我跟阿龍斌有幾個compromise 我說第一 如果你們有什麼事情要商量 最好你早點告訴我 雖然我不離開會 我也可以給到意見 那第二件事呢 當我邀請他做董事會主席的時候 我說龍斌 你可以繼續邀請我 以一個主任牧師的身份列席 這個董事會 但是到今天呢 我就沒有收過任何通知 董事會 所以他們後來董事會 聊了很多事情 我完全毫不知情 亦沒有被諮詢過任何意見 就是關於董事會 那至於那個堂務會議 早期呢 我們知道他聊什麼 我都會跟龍斌通一個電話 這件事呢 我已經在頭一兩個月 我有這樣做 發覺他們開會都不是聊這些 那我就沒有再理會了 於是一路相安無時 我就做我的工作 這裏跳制很怪 一路去到今年的五月頭 我當時應該是在西藏工作 就跟幹事通WhatsApp做周刊的時候 幹事就給了一個消息 就是說他們要求在五月二十七號開一個善樂法部會 就登了兩個星期的周刊 善樂法部會 那這是什麼來的呢 因為我們二十年都沒有開過善樂法部會 如果一旦有什麼法部會 多數我們要出新唱片 要出新書 即是新書發佈會 新唱片發佈會 我善樂法部會 我沒有聽過 林俊牧斯也在會議群組問過 咦?是什麼來的呢? 他們又簡單回答過 只是談談財政事件而已 在五月二十七號 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談什麼 到五月二十七號那一天 我坐在這裡崇拜 完結的時候 有個執事就出去特別報告 整戶有留步 後面有麵包吃 就在聽發佈會 我們就會跟進去年六月二十五號的事 你知道我聽到六月二十五號已經打爛陣了 跟著什麼事呢? 我退了 說到其實我一直沒有再上廣壇 這又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三個月之後 其實可以恢復自由身 可以上廣壇 但當我編到吳永輝牧斯 因為他陪著我不上廣壇 於是十月馬上編回吳永輝牧斯 吳永輝牧斯就說 我身體不好,我不講了 當時我說 你又不講 那我怎麼辦呢? 因為我不講,你不講 現在你不講 那我就上去講 又不知怎樣 然後到十一月 吳永輝牧斯就簡單寫了兩句給我 我由十一月五號開始 暫停善樂堂的侍奉工作 自此之後就消失了半年的時間 沒有再出現 我一直沒有上廣壇 但我有恢復主持一頓 到了善樂法部會那天 我聽完他這樣說 跟進六月二十五 我沒有上廣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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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天 我爸爸小小十周年 我選擇去搏附林 繞了一個圈 去看一看爸爸的墓地 開完會 回來後 有開會的 在座後面幾位老人家也有開會 他就簡單告訴我 陳隆斌拍台拍椅 就罵了我三個小時 後來網上就有這個發佈會的錄音 三個小時 我一口氣都聽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跟進 就怎樣找到那個網上版來聽 我覺得也挺離譜的 其實那三個小時 他也是針對我的 他也批評善樂堂 其中他說善樂堂的原罪 善樂堂的原罪就是不出糧給林國璋 直到林國璋在教會上下其手 又拿這個錢 拿這個錢 我們UCC雖然開了一兩年 但我們有三個全職同工 出糧都沒有問題 我在這裡一定要作出回應 跟陳隆斌說 我不出糧 絕對就不像他所說 或者善樂堂是原罪 所以如果我聽你這樣說 他會不會暗示 善樂堂也應該出糧給他呢 或者UCC也應該出糧給他呢 因為不出糧原來是一個原罪 但是我向門圖媒體的程度澄清了 因為他們在節目裡說了幾次 我們有幾百萬資產 我說不是 我們現在有二千萬的資產 我們有一樓和四樓的物業 公正三十萬 所以我說為什麼他們十年前不搞革命呢 因為十年前 我們兩夫妻還揹著六個單位的債 是我們簽名的 現在公正三十萬 他們都會計算的 因為這群青蟻人 三萬很容易 公多幾年公園 為什麼踢走你林郭璋 沒有問題 我就是當時 1997年12月開始 我們一樓是1999年 我是當時老的 有經歷 就是我們籌管運動 我半年內要籌到一百六十萬 就是裝修等等 我這個三哥在這裏 我也在這裏 也感謝他 有一次我們很緊急 需要一筆錢 十萬元 才能夠通過銀行 我也扔他心口 三哥可不可以借住來 十萬元 不是搞不好 他也很無奈 弟弟出了聲 扔他心口 所以他那次也借了十萬元 後來我們山頂步行籌款 走了幾次 三哥也說 你們籌了多少 我就捐多少 有一次我們籌到四萬元 他就捐四萬 很感謝 但是我這些哥哥 二十年來 從來不涉足善樂堂 從來他不會干預我 總之我們需要還錢 我們又還錢 我們有什麼需要 他們又來幫忙 去到五月二十八 他提出這一點 再加上 為何我現在不出糧 因為今年我們有四個神學生畢業 有兩個表示要回來做 他們七月開始出糧 兩萬元一個人 四萬元 半年前他們跟我討論出糧的問題 我仍然守回原則 我二十年也是這樣說 我希望我是第二個受聘的 因為我看著盤數很清楚 大概這五年我們收入十萬 支出十萬 那我怎樣拿錢出糧 現在你又要出四萬元的糧 那怎樣出糧給我呢 我希望那些傳導人 做人數上升 奉獻上升 十一奉獻的教導又教得很好 那你們就關照我 那我就開始出糧 真心話 我當然是想出糧 真心話 我不是那些很偉大的 不出 你出給我 我一定要 所以我覺得龍斌這個評論 他真的不是很體會我的心腸 而且我也說 現在我們有兩塊樓 我經常說笑 如果我出糧便沒有這兩塊樓 那些錢應該是我出糧的錢 但是我一直都是看教會的需要先走 因為二十年 那些人就問你怎樣生活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鋼琴老師 我音樂畢業 我一直做教琴的工作 維生 我和我太太也有個好的分工 我兒子、學費等等 供樓 我太太負責 大數是我太太負責 小數是我負責 所以我和我太太也有多少錢 我不知道她 我也有多少錢 都是經濟獨立 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出糧的問題 就一直拖著 一直拖著 所以 龍斌也混淆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她在一篇文章裡交代 其實她想回應門徒媒體 對她們的董事轉換的challenge 寫了三半字 她就說 其實 退出董事 她們就避開了去年六月二十五日的會友大會 要我四個月之內退出董事會 她就賴了 林局長自己一直都想退出董事會 這是事實 因為我曾經提出過 為什麼我要退出董事會呢 因為我要出糧 因為大家熟悉那些機構的法例 就是說我是董事會主席 就不可以受薪 除非我不做 就可以受薪 所以我早半年 即是去年六月二十五日 早半年的會 我也有提出過 我看看什麼時候退出董事會 就交給一些執事定奪 我的薪水有多少 所以我提出董事會 是直接和出糧有關的 大家聽不聽到 我退出董事會 每天就是我出糧之事 同六月二十五日 你是逼我 透過會友大會 逼我四個月之內退出董事會 是糧會的事 再說到 由於他們六、七月 對我的數目很多哩哩哩 我由去年的九月開始 到今年的七月八日 或者到今天 我是一張單都沒有Clean過 包括我們守護兄弟 即是買麵包 全部都是我自己拿出來的 一張單都沒有Clean過 不幸地 即是在這一年裡 你們這麼多意見 好了,我不Clean了 他們一句話都沒有問過我 沒有一個人來 包括管數的 因為我每個月會把那些單整理好 遞上去 那我心想 禮貌上 你是不是都會問我呢 目前九月的單還沒見 十月的單還沒見 一年來沒有人問過 到十一月 我打電話給龍斌 那龍斌 我戶口只有1600元 其實是暗示他 即是怎樣 你們想怎樣 因為他們提出很多意見 例如不用我交食飯錢 乘搭車錢 譬如給你一個甘心 因為我只能說 那種字 沒有做到 於是他聽完 也沒有任何的表示 於是我十一月底 寫了一篇文章 是我最後一篇 寫給善樂人的文章 那篇文章叫做劉伯 應該在這裡沒有 在網上大家可以暈眩 我在那篇文章 大概是二十週年了 我希望劉伯 讓弟兄姊妹去評價我的工作 最後我提到 感謝主給我三餐不補的生活 讓我更加去體會 那些三餐不補的人的生活 我沒想過龍斌 對我這篇文章的反應很大 反應很大 林國璋這篇文章 唱衰善樂堂 我寫了二十年 每個人寫一篇文章 我怎樣唱衰善樂堂 我講我自己的感受 林國璋這篇文章 周圍問人拿錢 我不知道你們在在 誰給我錢 拿錢 他老哥可以做見證 我太太死的時候 他給了一萬元支付我 到今天我還沒見 因為你說要用來做留意 我這樣說 我用來表起做紀念 我沒有Key 甚至我太太病重的時候 有些人給錢 想資助我們的醫藥費 有十幾萬元 後來我們加到二十八萬五 買了現在教會的琴 師聰的琴 我給教會用 很好的琴 我沒有說這些錢是捐給我們家庭看病 我也沒有Key 有張票是五萬 有張票是八萬 我不是說錢是硬開的 我也是看教會 但現在你說到我 好像大黑衣 那我就算了 沒有出聲了 已經去到五月二十八日 即是五月二十七日 我完全不知道 這個陳龍斌的戰略發佈會 是開來做什麼的 我也是拋爆頭的 拍台拍燈 大家可以聽錄音 林國章要認罪悔改 這間教會二十年 不關林國章的事 是師母而已 如果師母翻生 我當然會跳起來 謝謝你 這樣看得起的師母 我難受的是 你不應該找師母來打擊我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二十年 對這個教會的工作付出 師母當然給我很大很大的支持 但是你一個離了兩三年的人 你為什麼在公開的發佈會 對著幾十個會友 在罵另一個童工呢? 這個我私底下 也跟龍斌說了很多次 我說 我們教牧的事情 我們幾兄弟說好他 就不要在那些執事 在那些會友說 你可以開一個這樣的會 他說就是正義合法 到我林國章跟別人分享的時候 他就說我說的是是非 是流言匪語 甚至發生過一個插曲 就是他們那些青年人 大專師班侍奉的 寫了一封信 在大專師班的Facebook 我們教會近日發生什麼什麼事 大家有些流言匪語 大家如果想知道的 就問回我們善樂堂的人 就清楚了 就不要 就停止去流言匪語了 結果就有一個大專師班的人 就把這篇文章給我 就問我發生什麼事 我看了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又沒有下款 又沒有說誰寫 我於是就問回他們 是誰寫的 原來他們 就將來罵我 這些 太瑣碎了 不說 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他們說什麼都可以 然後他們就去抓鬼 誰傳給林國章的 這封信 那個人就立刻有一個領袖 立刻認 你叫我問善樂負責人 那林國章就是善樂負責人 是嗎 善樂堂有什麼什麼 人家就問我 我又不知道什麼事 我就問他們 所以我這裡解釋給大家 過去一年 其實他們在爭取一個善樂發言權 他們說的才是代表善樂堂 林國章在外面跟別人說 其實 過去一年 自從去年的6.25 你可以想像到我的處境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有些朋友跟我吃飯 如果對方好像李武帆弘先生 他不問我 我不會說的 你們沒有一個媒體 知道去年6月25日的事 我覺得對我來說 也不是開心或者輕鄉的事 搞到這樣 好了 我當日在Facebook也有些反應 對於5.27 我曾經說 發佈會原來是發洩會 這樣就在那裡吵了一段 然後6月我就去了歐洲 跟林牧師會合 到了6月15日 這裡有個插曲 這個5月27日之後 其實有參加會議的會友 反應很大 反應很強烈 為什麼牧師會要拍台拍椅 罵人呢 因為很多人告訴我 告訴我 我們的幹事 做了五年 你量一量相 這個叫馬太 他做了五年多 他就是 頂不順 頂不順5月27 即是去年6月25日 如果大家在場 可能你們一半人頂不順 到5月27日 你又開過這樣的大會 不知道什麼會 不知道合法是否合法 於是這個 案子 他就28日去見精神科醫生 不是大會叫他去 去見外 他就拿了一個醫生子 5月29日 就遞信辭職 遞信辭職 5月30日 他們就徐小鳳 喜喜揚揚 好 歡迎 歡迎阿馬太 接著 陳龍斌寫了幾百字 表揚阿馬太過去這五年的工作 多謝 歡迎 接著整班人 本來是阿馬太 星期三那天 約了一個姐妹吃飯 本來兩個人吃 誰知道一旁人來了 就寬送他 怕死他不走 所以自從5月29日之後 那個周刊 就已經不是我掌控 或者不是我編輯 因為我和馬太是合作無間的 因為那些文件、那些稿 我和他在電腦審稿 他就負責排版 為什麼他們這麼想馬太走呢 接著他們立即接手周刊 就駕空了我 去到6月中 我還收到那些周刊稿 在歐洲的地方 我就看到這個報告了 就特別會有大會了 7月8日 還有一個議案 看到我還嚇到有了 就是沒得睡 討論有關應如何處理 林國璋牧師的誠信問題等等 X、X、Y、Y 三樣東西 我說 為什麼會把我放上台 特別會有大會 於是我就開始寫信了 第一封就寫給陳隆斌 什麼來的 第一封我寫得比較close 當他朋友 不知道有沒有看 接著 更恐怖 就是那一期的周刊 就有三四篇文章 批鬥我的 署我用批鬥這兩個字 於是第二個星期 我又寫了一封信給陳隆斌 我說 喂 為什麼周刊可以出這些文章 他同樣沒有騷擾我 繼續出這些批鬥文章 最後一個星期 我就寫給另一個執事 洪志凱執事 我就說 喂 我就強力要求 7月8日 這些信 我說7月8日這個會 可不可以押後 我沒有要求取消 我說可不可以等我們回來 坐下來談 林俊穆斯也寫了一封信 說林俊穆斯遲我兩個星期回香港 他說他不想他們判錯案 不如等我回來再判 但是結果 在7月8日之前那三個星期 已經出現了12篇批鬥林國章的文章 在周刊 那我心想 喂 公不公平呢 你說7月8日討論有關如何處理 就是平時明報登一篇證 一篇反 現在你不是登12篇反 那完全不公道 那我一直問 那我7月8日的角色是什麼呢 最初的反應就是 他就說 既然你也知道我們7月8日開會 阿牧師你就預留時間好像其他會友一樣 嘩 我是反 你為什麼審我 我怎麼好像其他會友一樣來參加這個會 然後到最後開會 7月8日前三天 那個熊哲海執事就回覆我 好像幫我爭取一些東西 阿牧師 你好像其他會友一樣有10分鐘發言權 那我又拋頭 我是反 現在你審我 為什麼好像其他會友 其他會友會有10分鐘發言權呢 我在這裡數 你5月27日當日是派了8張紙 不准人錄音 散會要交回 那現在我有錄音 我聽到那個錄音 我要回應這三個小時的東西 我要回應這12篇文章的東西 你給我10分鐘 於是7月8日那一早我睡醒 我就寫了10分鐘的發言稿 就邀請李潤泉弟兄 我說我不去開了 因為大家明白 我有去年6月25日的經驗 今年他不讓我坐出來 又坐在這裡 你要說就說10分鐘 我說請李潤泉給我讀這10分鐘 叫做感恩的一年 時代論壇也發表了我們的文章 於是他們又留難我很多手續 要我發訊息給什麼 要確認我是請李潤泉來讀 那李潤泉最後都給我讀了那封信 這就是7月8日 7月8日散會 馬太太又是第一個打電話給我 唉 全都輸了 你們所得到的訊息 88%通過要動我 當時我很印象深 我問馬太太他們有沒有說要登周報啊 登論壇啊 就是跟我斷絕關係啊 當時馬太太就說這樣就沒有 她說了這三個字 我當時輸了一口氣 哇 幸好 因為由去年開始 林思汗 特別她經常在會議各方面 她經常強調 這件事是我們的家事 愛人不得干預 所以一年以來我都是學手家事 我都沒有向外聲援 甚至7月8日前幾天 胡志偉牧師親自打電話給我 郭章聽說你和教會有衝突啊 我說你也知道 我可以做調停的 我說牧師真是謝謝你 但是我也想有人救我 但是他們說這個是家事 愛人不得干預 好了 我本來以為鬆一口氣 因為其實7月8日我去了一個婚宴 和馮志惠牧師一起 誰知道半個小時之後 那些人就消息傳來了 嘩!Facebook那裏 世界post有兩個聲明 和我斷著關係 嘩! 接著我們就嚇到有一陣子 沒得睡了 這樣發生 這個就到了7月8日 所以7月8日之後 在座各位大哥 你們在媒體上評論 或者搞聯署等等 我現在向陳隆斌說 一個是與我無光 我沒有要求過任何一個媒體追蹤報道等等 不過只不過有媒體人找到我 我自己有一個原則 如果他們找我 我一般不會拒絕的 舉例一個立場新聞的兄弟 找我談了三個小時 接著他特別說 阿牧師我寫完之後會讓你看看 後來兩個星期都沒有聲氣 我打給他 寫完了沒有? 他說 他說上頭覺得這件事沒有公眾性 所以不出 我輸一口氣了 他說感謝主 不出比出 大家明白我的心情嗎? 昨天我和Harvey都說 平時我們開完記者會 就看看明天有多少份報紙燈 越多報紙燈 我這個記者會越成功 我完全不是這種心態 最好明天不要說 不要說 我就可能舒服一點 嘩 到時你明天 嘩 大事新聞 我又見報 我就大劑 我死給你看 這個不是我想的 但是現在來到這個階段 我有時候有很多矛盾 特別說完這個我就停了 特別我在這裡也很感謝 袁陳錦美師母 他發起過聯署 也是跟我無竿的 我甚至完全不認識這個姐姐 後來我覺得 原來他是七幾班的見道校友 我也非常詫異 他原來是見道校友 因為我在見道校友圈 都非常活躍 我當過校友會主席 聽都沒聽過這個名字 對不起 原來他是見道校友等等 他就召見了我三次 每一次五個小時 其中一次是晚上九點半 聊到兩點半 我每次見他都必恭必敬 因為覺得他是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傳召我去給口供 所以我很感謝他很辛苦 做了這件事 所以到最近他都經常給很大的壓力 他就說 林國章你自己不發聲 皇帝不急太監不急 有原告沒有被告 那我就跟他講清楚 我說 師母 你這個是獨立調查 我希望你就獨立 其實我有很多事情想做 不過我不想 突然間 如果你和你並肩作戰 你就不會獨立 所以都很抱歉 我今天都沒有打電話 叫他來參加這個會 但如果他收到封他來 我都不會趕他離開 我都會開心見到他 但是大家希望明白我 甚至尹凱榮要求我 今天可不可以Facebook Live 聽完我講 你知道我的心態 我真的很矛盾 可以這樣說 當然我希望有多些人明白我的痛苦等等 甚至原師母三次都質問我 你想不想拿回善樂堂 那我怎麼回答呢 我說我是不是 血洗善樂堂 拿回重奪善樂堂 那我又沒有刀沒有槍 我怎麼拿呢 當然 你問我 想不想 我當然是反應 很多弟兄姊妹 這幾個月都流離失所 我都很遺憾 在這裡也很感謝李牧斯 這個小小的教會 都成為我們的阿杜蘭董 在這裡躲一躲 我們都在這裡有些活動 最後我想讀一讀這個聲明子 剛剛開會前才寫的 你們有沒有 國章就善樂堂於2018年7月8日的嚴正聲明 他的嚴正聲明 因而終止本人在教會的時候 有以下的感受 一本人對善樂堂嚴正聲明內 將堂內事情於2018年7月8日在臉書公開全球發布 以致造成對善樂堂和本人的傷害深表遺憾 二本人對善樂堂2018年7月8日特別會有大會 對本人之指控及已決 而本人事先傳不知情 且在當日只給予本人十分鐘時間回應 更未有全面通知所有會友 實有為程序公義 當日國姬國昌兩兄弟 他們在善樂堂洗禮 就不讓他們進入 就坐在隔壁房 就說他們沒有投票權 因為我們是有這樣的規定 如果你沒有交奉獻 沒有出席率 不夠數 你就沒有投票權 但是他們是可以出席的 就是可以計算出席率 明白嗎? 所以當日有五個人就沒有進去 我稍後回答你 所以當日有五個合資格的會友 但是他們沒有被計算到出席那裡 理由就是沒有投票權 好,稍後再說 有為程序公義 第三 本人對善樂堂 2018年7月8日 特別會友大會議決的合法性傳義 因為當日有車有份投票的弟兄姊妹 當時並不是善樂堂的會友 更有大部分的善樂堂會友 當日並不在場 本人嚴正要求善樂堂 臨撤回當日的議決 並雙方重新進行溝通和解 以體現基督吩咐彼此傷害的精神 第四 嚴正聲明宗子本人計劃在2017年 與一名越南女子結婚 因該女子是守護兄弟行動之受助人 故涉及利益衝突及相關人員 對本人感到不解 臨師母於2015年12月息怒歸主 配偶離世再分符合聖經原則 再者該子妹即使本來是受助人 但後來彼此產生情數問題何在 此外本人至今仍未與該越南女子結婚 嚴正聲明說此事有 嚴疑卻沒有詳細說出事實此末 對本人及該姊妹是否公平 第五 此外 嚴正聲明宗子出董事會及堂議會 希望處理本堂內大大小小的人士及財務安排 但色一直未獲林牧師合作 而這寫問題有機會令本人及各董事落入法律危機 這樣的描述頗為籠統 到底是出現誠信問題還是合作問題 假如本人真的一直未和董事會及堂議會合作 這表示事情還在處理中 疑點歸於被告 何解嚴正聲明便以論斷是涉及法律危機 第六 本人自1997年創立基督教善樂堂以來 財政一直公開透明 每月軍向會有發出收支報告 UCC都沒有說到這件事 每年軍經核數師批核上報稅局 絕對不存在本人有手舉不乾淨或落入法律危機等不公平指控 第七 自1999年至今基督教善樂堂已扣入兩層物業 現市值2000萬 均由本人負責作銀行擔保 本人與師母一直以來在經濟上支持善樂堂的運作 威嚇善樂堂與本人撤割後 沒有人與本人跟進物業、銀行擔保的事宜 第八 本人對過去三個月以來所有關注善樂堂事件的校內媒體 深表謝意 患有來自全球送上對本人的關心和問候 特別是 袁天佑、師母曾感美傳道發起的聯署行動 有三百多名電影姐妹參與 其中很多都是跟本人數未謀原的 借借袁師母用深與本人進行三次共十五小時的會面 以了解事件 深表感謝 可惜善樂堂卻不願意就此三百多個聯署與言師母會面和溝通 令本人感到失望 第九 本人於2017年10月8日親自為陳隆斌舉行案目典禮 上不到九個月後 陳隆斌竟然因將酬告過條周反一夜之間 將本人二十年前親手創立的堂會切割 簡直是慘無人道 無情無義之所為本人深表遺憾 第十 本人期望善樂堂早日重回信仰的軌道上 讓主居首以神為樂 以愛以誠彼此溝通尋求和睦 這原本是本人及其他善樂堂創辦人 創立善樂堂的宗旨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門徒公義